好高中免学费的政策还没确定 但是现在确定的是 让人称现的公务员福利又有新的变化了 未来政府将不会再补助资深公务员 公保跟健保费用 现行年资满30年以上的公务员 可以获得全额补助公保跟健保费 这也遭到外界质疑 这些家保满30年以上的公务员 社经地位比较高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补助 立法院在昨天挑灯夜战 通过了公教人员保险法 删除对资深公务员的补助 预计会有4万多名的公务员受到影响 那么国库则是每一年可以省下大约11万元